邱總召 邱總召然後文慧以及賴委員還有謝麗公秘書長 以及張委員在線上的張委員還有所有在看直播的觀眾朋友們 還有現場的來賓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士林北投議員候選人學姊黃靜穎 那今天很開心在這邊首先要先講結論 結論當然是我支持18歲公民權 為什麼這樣說965萬的這個大門檻魔王關 剛剛相信已經有非常多位的來賓跟與會的長官都有提到 那這個魔王關當然是我們接下來要努力的目標 也是需要所有青年朋友站出來的一個目標 那這個目標其實我相信今天我想提出一個呼籲 因為今年的大選呢其實當然大家也知道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我們在地方上走有蠻多人對於11月26號要投票這件事情 的印象跟那個概念還不是那麼深刻 所以我還是希望今年所有可以參選這個市長 或者是議員以及里長的所有候選人們 在你站街口或者是站路口的時候 可以多加一句18歲公民權也需要你的同一票 每一個人多加這一句或許多的那一票 大家都可以成為一個功勞 那今年的選舉呢我相信在過程中當然有很多的議題 有很多的政策跟很多的新聞大家可以在電視上 或者是在新聞上看到 但是18歲的公民權這一條新聞 我還是希望可以有更多人的聲音可以出現 更多年輕人的聲音出現 過去我在市府服務的期間呢在當副發言人的時候 其實蠻常到校園裡面去跟學生們對談的 我想所有的青年朋友可能以前都曾經 聽過你的長輩跟你說的一句話 常常會跟你說政治很複雜 那你不是啦 常常會有人這樣跟你說 但是我想要請所有在座的青年朋友們 真的認真回想一下 你真的不懂嗎 還是你只是覺得那跟你沒有關係 所以你不想了解 在我過去跟所有的學生對談的時候 我發現很多學生對於政治是有想法的 對於政治是有很多不同的概念跟理念 當然這也是我們國家要前進的動力 跟進步的動力 所有的青年朋友應該要勇敢的 把你心中的想法說出來 在我的志工團裡面有一位今年19歲的大學生 他不能投票 但是他很想參與政治 他很想知道政治都在幹什麼 他很想知道議員候選人要做些什麼事情 所以他來報名了志工 他來參加我的大大小小的活動 但他永遠都跟我說一句 對不起我今年沒有辦法把票投給你 那我覺得這應該就是所有現在的青年朋友的心聲 很多事情你想要表達自己的想法 你想要表達你想要投給一個對於你議題上或政策上 可以去執行的候選人 但你卻沒有辦法做到 但是你有很多的納稅 你還需要服兵役等等的 所以今年的這個18歲公民權 我想不管是台灣民眾黨 或者是我們在座所有議員候選人 以及所有的里長候選人 都希望大家在站路口的時候可以多加一句 不只我們需要你的一票 18歲的公民權也需要你的一票 所以跟所有的這個好朋友說 還有在線上看直播的朋友們說 11月26號我們投票所見 謝謝大家 謝謝 好謝謝我們學姐靜音 18歲公民權的確需要你我的這一票 好那接下來我們請台北市松山信義區議員候選人 楊寶貞寶貞 好我們主席然後還有我們的這個賴市長 還有我們的陳縣長 以及我們的謝麗公秘書長 還有我們在線上的張委員 以及現場所有我們的這個參選人好夥伴 還有我們的所有的公民代表團體 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今天呢非常的感謝有這個機會可以來跟大家交流一下 到底青年要不要參與政治 好這個問題呢其實過去的我真的很討厭政治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在我還20出頭歲的時候 我的爸爸就曾經問過我 你以後有沒有想過要從政 我跟他說絕對不可能 我說政治那麼黑那麼髒我才不要 因為對於小時候的我以前更年輕一點 現在32歲那20幾歲的我呢 會覺得說政治到底與我有什麼關係 這些事情交給大人去決定就好啦 我們為什麼要出來參與這些社會公共事務 那我後來才發現到 如果我們年輕人不勇於站出來的話 我們可能會被一群我們自己不滿意的 政府的官員們所統治著 那大家會希望這樣子的生活是我們想要的嗎 大家現在買不起房子不敢去想 可能要成家立業要結婚都會覺得非常的害怕 甚至覺得我沒有辦法給自己未來的孩子 是不是有一個好的未來 那這些事情我們要如何去改變 如果我們年輕人不願意站出來 一起來參與政治來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話 那我們又如何能夠來改變這個社會 改變這個家鄉改變這個國家呢 所以這一次我自己出來參選了松山信義區的議員 我要跟大家報告這個區域被媒體稱為叫做死亡之族 因為我們裡面有非常多的大魔王等級的候選人 還有一些現任的議員 其實參選的過程真的非常不容易 但是我又給自己加了很多的一些門檻 包括我堅持不掛看板跟布條 以及我也限制了我自己的經費的開銷 因為我希望青年參政我們就要有青年的樣子 我們如果說自己的理念都沒辦法顧 然後只為了爭權奪利而出來選的話 那我相信那也不是我要的 那我也寧可不要 所以我這次其實給自己加了非常多的一些 這個已經被念了很久 因為很多的一些前輩都會跟我說 你不要這麼想不開 因為其實這樣真的很難選 但我真的希望有機會可以讓台灣的選舉 高經費門檻這件事情能夠被降低下來 如果有機會降低的話 我相信有更多的年輕人會願意出來重振 會願意出來參政甚至出來參選 這樣子我們才有機會讓更多更多年輕人的思維 可以進到這個政治圈 我要再跟大家報告 我自己在地方上在拜票的時候 在市場裡面 其實很多的長輩都會說 對啦 就要給年輕人一個機會啦 他們就覺得年輕人會有新的思維 應該要讓我們有更多更多的不同的想法 能夠注入到這個圈子當中 那我要再跟大家講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18歲真的有辦法來參與政治 真的懂什麼叫做社會公共事務嗎 真的可以 我們一定要支持18歲公民圈 我們現在年輕人真的都非常有想法 包括我自己過去在街坊 或是我現在在跟年輕人在做互動 我都覺得大家其實對政治都好有想法 希望有更多的聲音能夠被聽到 其實包括像我自己團隊裡面 又一個剛滿18歲的 今天也坐在這邊 對我希望其實我自己團隊有很多 像18歲或是像是大學剛畢業的 我都覺得你們只要年輕 有這個熱誠想要來參與政治 參與社會公共事務 都很希望可以跟我一起成長 讓我們未來有更多更多的力量 更多的新秀們 能夠來進入這個政治圈 來改變這個社會 感謝大家 我是松山信義區市議員候選人 6號楊寶貞 謝謝 謝謝寶貞 不過看板不差旗幟 的確是柯文哲市長 在2018年的時候非常重要的主張 那很感謝我們台灣民眾黨 很持續的把這樣子的理念延續下去 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人愛區市議員候選人 李依晴 有一句話說 政治就是眾人知識 但是現在大部分的年輕人 對政治對公共事務 逐漸感到人感 我個人認為其中一個原因 是因為大部分的大人都認為 年輕人不懂政治 18歲不好好讀書搞什麼政治 久而久之 大家對政治 對於參與公共事務 就逐漸的會覺得說 欸 這與我無關 可是如果我們不去參與 不去討論 那我們就是把決定權交給別人 當我們希望年輕人 可以逐步掌握自己的未來同時 也許可以試著讓他們 真的可以確確實實 掌握住自己的現在 讓年輕人也可以藉由公共參與 去影響事務 讓你關心的事 變成你希望的樣子 每個人都年輕過 18歲沒有辦法做出正確的決定 那40歲50歲的人 他們就可以保證 可以做出正確的決定嗎 11月26 請支持18歲公民權 幫沒有辦法投票的青年投票 讓青年決定自己的未來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